艷阳高照 中国大陆重庆市连续发布高温最严重的红色预警 炙热的气温对高速公路行车安全是一大考验 路面实测 太阳曝晒下温度计已经逼近50度 交通大队远景的皮肤表面温度达到摄氏39.7度 地面温度则是报表无法显示 上午检查完之后 中午去换套衣服 然后下午检查之后 然后再换套衣服 晚上再换一套 酷热的天气 还有四川的成都 连发130个高温预警讯号 让用电量跟着飙高 在成都社区的百货商场 地铁站内 所有的电子荧幕变成一片漆黑 几乎全部关闭显示功能 一度传出再度限电 但是官方否认 称是呼吁节约用电 成都电网负荷创记录突破2000万千码 为保障大家能够顺利地用上电 电力部门加班加点 目前电网运行平稳 四川的气象台预计高温将持续到28日 同时华东地区的浙江杭州 气温测得41.9度 也是打破记录 各地用电量大增 与此同时 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强 一口气核准的5个核电项目 一共11部机组总投资超过9000亿台币 创下历史新高 会议强调 安全是核电发展的生命线 要不断提升核电安全技术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一年比一年热 高温考验供电 论媒指出 未来几年将是核电 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